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园 2012年,美国著名调查记者琳达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 发送这封邮件的人叫做道格·穆勒 道格在邮件中说,自己曾是美国陆军主位 在美国反间谍部门工作了15年 负责调查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活动 1989年,他被调到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工作 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彻底颠覆他世界观的秘密 阿拉斯加荒芜的地点之下,隐藏着一座巨大的黑色金字塔 而且军方早已经知道它的存在 1989年7月,道格被上级部门调到了 位于阿拉斯加安克里西郊区的理查森堡陆军基地工作 由于他的主要任务是调查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 因此他开展工作后的第一步就是前往地图室 研究阿拉斯加州各个区域的地图 熟悉当地环境 在这些地图上,他看到了河流、湖泊、山脉、密林等等 而当他翻看到,德纳里国家公园的地图时 一个奇怪的区域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 印在区域中间的一星小字赫然显示着 该区域至今尚未调查 这个发现让道格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这个空白区非常大,同时位置也不偏僻 没有道理,整个阿拉斯加州全部探索完了 唯独留下这块区域不管 长期的反间谍工作让他瞬间就明白了 那里应该隐藏那些 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由于他的存在没有对工作产生影响 所以,道格最后也就没有继续深究这个问题 但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道格再次意识到 那里隐藏的秘密可能非常惊人 1992年5月的一天夜晚 道格打开电视 里面的新闻正谈论着一个东方大国 进行地下核爆炸实验的事情 他们说这次的爆炸当量非常大 以至于产生的冲击波 在地窍中传播了6000多公里 一路到达阿拉斯加 并被那里的地震监测站监测到 而在分析这些震波时 地质学家们震惊地发现 在阿拉斯加中部地标以下 约40米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非自然结构 看起来像是一个金字塔 一个比胡夫金字塔还要大很多的金字塔 至少有170米高 而胡夫金字塔只有146米 此外,新闻中还标注了金字塔的位置 而这一幕让道格极度惊讶 因为他非常确定 那里就是地图中无谓探索区的中心 见此情景 道格立马拿来录像机 试图录下接下来深夜新闻中 有关金字塔的报道 但奇怪的是 他左等右等 始终没有再次等到这一方面的新闻报道 为此 他联系了一些喜欢关注新闻的朋友 询问他是否看到了相关新闻 但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 第二天 被敢疑惑的道格 拿着自己军事情报局的证件 来到了当地播出这条新闻的电视台 询问这件事 可电视台负责人却说 根本没有这条新闻 他不知道道格在说什么 负责人的回答 让道格感到难以置信 但也无可奈何 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 将他拉到了一边 环顾四周后 低声地对他说 关于地下金字塔的故事是真实的 我们曾在昨晚七点钟左右的新闻中 报道了他 但几小时后 电视台来了几名身穿黑色西装的陌生男人 他们在老板的办公室待了一会之后 就拿走了有关这条新闻的所有录像带 并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虽然这名员工的叙述意味着 有人在试图掩盖有关地下金字塔的事情 虽然内心非常好奇 但由于无法获得更多信息 道格只能被迫返回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开始留意相关报道 但却始终没有新的发现 正当他以为事情不会再有任何进展时 情况却在一年多以后出现了转机 1993年末 道格被调到了马里兰州的彼得堡 这里不仅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总部所在地 同时还有一个巨大的政府活动档案馆 其中保存着大量绝密的军事记录 这天道格来到档案馆找到了管理员 向他展示了证件之后问道 这里有没有关于阿拉斯加考古遗址的文件 注意由于担心受到阻碍 道格没有直接提金字塔 他故意让自己的问题听起来不那么具体 管理员看了他一眼 然后给了他一个档案架的序号 很快道格在架子上看到了有关阿拉斯加的文件夹 因为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内容 所以他就随机拿了一些坐下来进行浏览 还没等他翻几页 就有两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对他说 嘿 你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 道格起身问他们是什么意思 他们回答道 我们知道你在找什么 你应该也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现在需要立即离开这里 这次经历给道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由于担心影响工作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一直到退役之后 他才下定决心将事情披露出来 道格的经历让人难以置信 但拥有类似经历的却不止他一人 皮尔森是一名退伍军人 1978年 他在阿拉斯加乌纳拉克里特机场 遇到了自己仍然在服役的直升机飞行员朋友 飞行员告诉他 自己最近接了一个非常刺激的任务 要将一批重要设备送到麦金丽山附近一个秘密基地 然后问皮尔森要不要去体验一把 皮尔森答应了他的邀请 上飞机向东飞行了于两小时后 飞行员突然说我们快要到了 一回飞机应该会出现一些异常 但不要惊慌 这不会对安全造成任何影响 结果话音刚落 飞机上就响起了各种警报声 然后紧接着雷达开始闪烁 指南针像风扇一样旋转 直到最后 所有的一切灯全部熄灭 几分钟后 飞机着陆了 皮尔森环顾四周 他看到到处都是铁丝绑 不远处有几个小型港亭 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 六名身穿深色迷彩服 全副武装的男人走了过来 开始搬运飞机上的货物 皮尔森曾是一名军人 他注意到 这些人的衣服上没有勋章 没有军衔 甚至都没有姓名带之类 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 这点非常奇怪 几分钟后 卸火结束 飞机再次升空 开始返回最开始机场 而此时 皮尔森已经按捺不住 心中的好奇问道 这里究竟是什么情况 飞行员看了眼皮尔森 敲了一下耳机 做了一个近身的动作 几小时后 在一间酒吧里 皮尔森再次问道 那里到底什么情况 飞行员对他说 那个地方的保密等级 可能比曼哈顿计划还要高 因为在地下深处 有一座黑石制成的巨星金字塔 没人知道是谁见到了他 以及为什么见到他 只知道他非常古老 至少有近万年的历史 而且从五十年代开始 就一直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在那里工作 因为他好像是某种发电机 能产生很多能量 皮尔森问很多是多少 飞行员回答道 据说足以被整个城市供电 金字塔是发电厂 听起来可能有点科幻 但其实如果材料正确的话 未必没有可能 比如现在就有很多人认为 我们熟知的胡夫金字塔 很可能就是一个发电装置 而这个观点 也得到了很多科学理论知识 内容很多 后面会专门出一期视频 来详细讲一讲 回归正题 其实除了道格和皮尔森之外 还有一个人也能证明 金字塔的真实性 马蒂是一名顶尖的电器工程师 上世纪50到60年代 受雇于西方电器制造公司 旗下的贝尔工作室 1956年3月 马蒂和他的几名同事 突然被告知 他们将前往阿拉斯加 参加一项意义重大的 绝密军事项目 几天后 他们乘砖机抵达阿拉斯加 没等喘口气 紧接着被带上了一辆 窗户全被遮住的巴士 虽然看不到外面的环境 但马蒂能够感觉到 他们此时正向东行驶 颠簸了六个多小时后 巴士终于停了下来 马蒂一行人下了车 他们看到不远处 有两个身穿制服的士兵 正在喊叫 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 很简陋的混凝土旁屋 进入其中 一阵猛烈的晃动和失重感传来 他在惊觉这个荒野中的旁屋 竟然是一部地下电梯的路口 过了很久 电梯停了下来 出现在眼前的 是一条几乎每一栋军事大楼 都会拥有的同款走廊 灰色的混凝土地面 浅绿色的墙壁 以及头顶不断闪烁的白色荧光灯 顺着走廊前进的过程中 一名军官大声地对他们说 这就是你们工作的地方 很快他们到达了走廊尽头 站在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门前 随行的军官拿起门旁电话 说了几句 然后伴随着金属的碰撞声 门开始慢慢打开 穿过厚重的金属门 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里 接着马蒂看到了 他毕生难忘的一幕 一个巨大的黑色金字塔 据马蒂说 他们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 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金字塔周围测量流金金字塔的能量 并对这些能量进行再次分配 但他们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有意思的是 马蒂的儿子曾透露 他的父亲用驴制作出了金字塔的复制品 而这个复制品有一个非常惊人的特性 它能放大施加的电压 以至于少量的电压 就能产生足以为他们房屋和农场供电的电流 到这里 我们能够看到道格三人对黑暗金字塔 或黑暗金字塔相关线索的叙述 似乎非常的流畅和详细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经历真是可信 或者说黑暗金字塔确实真的存在呢 事实上 虽然有很多人并不相信他们的故事 认为他们编造了虚假的谎言来哗众取宠 但我觉得这一切未必是假的 比如为了证明父亲的清白 皮尔森的儿子布鲁斯 雇了一架飞机 前往父亲描述的位置 乌纳洛以东 迪纳丽山以西 开始了搜寻 在那片区域中 他们发现了小片疑似人类活动的痕迹 这片区虽然不是标准的正方形 但却拥有直角以及直线 要知道大自然最不喜欢创造的 就是直角和直线在不远处 他们还发现了一条 已经被杂草和树叶掩盖的荒废道路 而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了一个飞机跑道 一个没有出现在任何地图上的飞机跑道 但和道路一样 它也早已经荒废了 虽然布鲁斯怀疑 这里可能就是黑暗金字塔的所在地 即便不是 至少也是离得很近的配套设施 毕竟这荒郊野岭的 根本没有建造道路和飞机跑道的必要 但是因为没有找到确切证据 只能遗憾离开 不过他的这次寻找虽然没有结果 但却激起了很多人兴趣 2020年5月 一位叫做内森的人 雇了一架飞机 前往那里国家公园 他要求飞行员 将它送到公园中的一个湖泊旁 那里距离传闻中的金字塔位置 只有几公里左右 对于这次寻找 内森准备得非常充分 他有充足的水和食物 也携带了能够和外界保持通讯的卫星设备 因此他让飞行员一个月后再来接他 但实际上 内森的探索时间并没有那么久 因为仅仅两个星期后 他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络 救援人员发现了他的营地 随身携带的设备都还在 但内森却仿佛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不见 直到今天仍处于失踪状态 很细思极恐 因为有很多人怀疑 他的失踪可能和黑暗金字塔有关 换句话说 他可能已经找到了金字塔 但某些人怕内森泄密 于是将他杀死或进行了绑架 对了琳达在收到盗格的邮件爆料后 曾找过拥有遥视能力的远程观察者 对黑暗金字塔进行遥视 而遥视者看到的东西 和马蒂描述的景象极为相似 但不同的是 遥视者在那里不仅看到了军人 还看到了部署于地球的外星人 说到这我在之前的一期视频中讲过 在上世纪70年代 CIA组织被领导的新闻计划中 一位叫做普莱斯的远程观察者 曾在阿拉斯加的海滋山内部看到过 一个有人为军人活动的外星人基地 不知道两者有没有什么关联 此外 遥视者还看到了 黑色金字塔的真正用途 一种能源设备 也可以叫做充能设施 要知道阿拉斯加州 是地球上UFO活跃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有记录的UFO目击事件超过6500起 高居全美第一 如果黑暗金字塔真是一种充能设施 或许就能完美解释 这里UFO高频率出现的原因 最后有关黑暗金字塔的更多信息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正在不断深挖着 如果它真的存在 恐怕迟早有一天会揭开神秘脸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圆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